你看我们其实这昨天还在讨论 四艘解放军的船舰 可以在阿拉斯加附近的海域出现 你说美国有没有压力 美国有压力的话 民进党政府更应该要有压力了吧 都看到啦 DPB是不是有压力了之后 官员就要稍微要改变一下思维呢 话讲的就不太一样了 好来你看这个邱泰三说话了 他说两岸情势虽然不是这么顺畅 但是双方对维持现状有尽最大的努力 也有重启对话的必要和可能 而且形式上也不适合状态紧绷下去 再来大陆的科兴国药疫苗 都有受到WHO的认可 这个时候你就这样说了 要不要认可这些疫苗 两岸也要沟通 都在讲沟通 都不要再紧绷了 然后呢 要什么 还居然讲到重启对话的必要 跟可能性 还说世界防疫做最好的是大陆与台湾 亮哥 这个解读一下 这是不是舔共的行为 我们 民进党要不要处理一下 我们邱主委不好做你也知道 是谁要他这样讲的 邱主 邱泰三大概是民进党 各部会首长里面 对大陆做友善的嘛 这大家都知道嘛 可是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大环境 大环境我坦白讲就是美中博弈 那也包括总统本人的态度 因为两岸关系是总统拍板的啦 那就看总统要不要做这个事嘛 那大陆在乎的 这不会是他的一厢情愿吧 可能也是有小鹰的意志在 不可是讲这些话 并没有讲具体要谈什么嘛 你现在谈疫苗有意义吗 现在恐怕不是要谈疫苗吧 而是要谈两岸 目前怎么让情势缓和下来吧 之类的啦 这个前面那个是确实解放军军舰是到阿留森群岛 那就接近了阿拉斯加啦 是没有错啦 事实上也不是第一次去啦 以前也去过 那我们昨天讲的賴老师昨天讲的很精彩 对嘛 所以我就不补充这一块了 所以请大家继续体谅邱泰山的处境 好啊 可是 很有善喔 邱泰山本来就是 可是你知道今天汉瓜演习 这个蔡英文在这个忙这个嘛 一边要什么show muscle嘛 对不对 要展现国力嘛 可是赖老师那这边呢 讲了这样的一番话 而且还不止喔 你看还说 两岸形势大家在做风险控管 不要让最坏的状况继续下去 这个是三三会 企业交流会这样的一个场合 对着这个经贸界的人士在谈这些 企业家在谈这些 所以这个是释放了一个 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呢 是不是一种转向的态度 不一样的一种表示呢 我觉得你们的图片放得非常好 把那个邱泰山跟蔡英文放在一块 两个大头放在一块 这个图片放得很好 为什么呢 我觉得邱泰山要先搞定一件事 就是各部会只要涉及大陆的问题 要以陆委会为指导原则 也就是说这个才是对的喔 因为你任何一个单位 你不管是防疫 不管经济 不管文化 不管体育交流 你只要牵涉到跟大陆有关的 都要知会问陆委会 陆委会会给你做指导 这个在大陆来讲 他们只要涉及台湾的问题 都是国台办 那台湾也应该这样 那为什么 因为陆委会他上头的老板 就是蔡英文而不是苏贞昌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台湾也就是邱泰山 一定要先跟蔡英文讲清楚 蔡英文当过陆委会主委 蔡英文应该知道 这个位置的角色应该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邱泰山要先跟蔡英文 沟通清楚 说各部会只要涉及到大陆问题 以陆委会为主 这点蔡英文一定要排版定案 然后把各部会的首长 跟他们交代清楚说 我蔡英文的意思就是这样 这样的情形下你邱泰山的讲话 才有意义 不然的话他的讲话就是打水漂 没有意思 那如果这点能够先确定的话 那就邱泰山跟蔡英文沟通清楚 他们的整个大方向要怎么走 例如说您刚提到了 疫苗的问题 假设 那今天邱泰山陆委会的态度 是大陆的疫苗要让他进来 或者是大陆的旅客 让他也都是 比照我们台湾的防疫良好的一个情况 让他对等的进来 如果你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那就一切都铺开了 那你单方可以做的 你这个不需要跟大陆先磋商 你单方都可以做 例如说我们看到了小明的故事 小明也就是那十几个孩子 人道主义的方式 你都可以让他进来 那换言之也就是 大陆的学生 还有大陆的观光旅客 然后你都可以减少他的防疫 只要他在大陆打了疫苗 他在台湾他的管制时间就缩短 等等你可以用很多的方法 这个都是台湾自己可以做的 换言之也就是说 秋代山如果你真的要改善两岸关系 你单方的可以做很多事 你不需要说我今天我要跟大陆磋商 我们再来谈什么事 你单方你台湾可以做的 你先做 做了以后人家会看嘛 看说已经开始在改变了 已经在转变了 这个时候双方已经慢慢的 氛围越来越好 可以来谈了 这个时候就开始进入接触的情况 但是你今天都是嘴巴 嘴巴讲完以后明天又变了 然后呢你今天你讲的是这样 那个卫福部陈时中做的是那样 那可能国防部外交部 文章线又是那个样子 然后呢台湾的各个部会 每个人对大陆政策五花八门 随便他自己搞 王定宇没事出来就在脸书上 就骂中国大陆等等 那当然就不行啦 对那就不行 所以不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一定要有一个指导 而这个指导一定是邱泰山 邱泰山一定要秉持蔡英文的意志 那不会说是可能美国也许 有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指点吗 然后民进党政府就说 赶快稍微要往这个方向 要稍微转一下了 所以蔡英文也让邱泰山 要释放出这样的讯息 玩弄嘴巴政治玩久了以后 没有任何信任 我觉得还是做人做事 做政治信任还是很重要 因为信任很不容易建立起来 但是一摧毁很快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一步一步 慢慢的把这个彼此之间 可以搭的桥把它搭好 但是不要都是嘴巴 对啊要不然到上 而且不要吃人家豆腐 对啊 千万不要去吃大陆豆腐 因为我觉得 我坦白说我对民进党的官 最担心的一件事 就是他们的嘴巴 就是他们喜欢吃人家的豆腐 这不包括这个样了 当然你也吃我豆腐 他也不是官 他现在是前民进党立委 不过我跟你讲 那个邱泰山上面还有国安会 对啊 国安会他管不到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还是 可是国安会不是现在最近 才刚去特殊管道跟美国对话了吗 然后他就讲这个耶 所以没有人搞清楚 可是这不是邱泰山第一次讲 他刚上任的时候 也说要重启对话什么啦 按照他的角色 他的确是要这样表达 的确现在这个话题是美国政坛 最夯而且呢 就是说引发很大争议的啦 主要是这个麦利 他还是现任的川普 这个首长联席会的主席 他人都在 那当然川普非常的不爽 因为川普已经出来指控说 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书上所讲是真的 你这个就是叛国 叛国贼 可是我特别找出麦利 当时被川普任命的时候 川普对他说什么话 他说麦利啊 你是我的朋友 我的顾问 你足以担任这个职务 我从不怀疑 是 换言之当时川普其实是蛮信任他的 可是呢 大家知道 就是说白宫跟军方关系啊 开始有决裂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就是当时那个佛洛伊德 就是那个黑人 有没有被警 这个自息自死的那个案件 因为为什么 因为当时很多的抗议事件啊 那川普当时甚至扬言 我要出动军队来镇压啦 然后用强势的方式 让这些抗议群众可以退散等等 那当时军方尤其是麦利 他的立场是什么 他立场是认为说不应该出到出兵 因为这个事件太引发争议了 那从此之后看起来麦利跟这个川普的关系 就有一点不是挺好的 那可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麦利这个就是说他认为啊 尤其是在你看这两个时间点 一个是在大选前四天 一个是在国会上预期两天 都是什么 美国国内政情啊 非常不稳定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选前的时候 大家知道川普为了要求胜不择手段 都有都传闻说什么 他可能会发动 比如说在南海大规模的军演 然后呢 飘起中美之间的这个冲突 借机来怎么样 获取自己的这个胜选 所以当然麦利假设为真啊 因为现在坦白讲 还没有取得麦利本人的说法 可是因为这个什么武德华 他的这个记者因为非常资深 之前写过那个水门案 所以他的消息也有来源 他甚至是用逐字稿的方式 那当然后续还要看说 这个双方的说法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事情坦白讲 麦利他的出发点 假设为真 他出发点说避免啊 避免双方什么 有意外 误解 而造成的当时的冲突 他是以国家利益为优先 那他怕说川普是为了自己的选举利益 所以呢把这个中美关系 这个什么 这个不小心造成了 很大的这个伤害等等 那不过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卖力呢 他除了跟川普跟这个对方 也就李作成中央军委的这个参谋长 有电话 当时先告诉他说 你放心 我们这个美国没有要去 这个什么透过军事行动 这个军演等等 事实上他佩洛西也跟他通了电话 就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众议长他选前也打给他问说 到底川普在搞什么东西啊 对啊他会不会 会不会突然失控 变成一只疯狗等等 然后听说这个书中 也陈述了说 卖力也跟他说 我也不认同川普的做法 换言之你就可以看到是 卖力在后面的阶段 的确对于川普的这些行径 他有一些不认同的 不过话说回来 卖力假设为真 我不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 为什么 毕竟你的身份是美国的 军事首长 你跟中国大陆的这个李作成 中央军委参谋长 等于是军头两个 在谈自己国内的军事的状况 没错 政局的状况等等 看起来有点不合理也不应该 所以假设为真 我认为这有点踩到红线了